大家好 我是Data 今集我們去吃上海菜 來這間老大窗 老大窗不知道有沒有網友試過 因為這間餐廳相當有歷史 但我自己也是第一次來試 老大窗酒樓是一間很有歷史的餐廳 1985年已經開了 開到現在都差不多是35年歷史 是深圳的老字號 老大窗位於華強路那邊 這麼巧對面就是上海賓館 上海賓館有一間大上海 以前我們介紹過也是吃上海菜 兩間同樣都是歷史很悠久 要去老大窗我們由羅湖過關 然後坐到華強路站 在C出口上地面 出來之後就繼續向前走 先過一條小馬路 過完之後繼續向前走 大約走兩三分鐘左右 就會見到老大窗酒樓 非常之方便 一出來直走兩三分鐘就見到 餐廳分為兩層 這層就是地下 地下就會比較細一點 這幅畫是1936年外灘時的情況 這幅畫再舊一點 就是1923年外灘時的全景 相當有歷史價值 二樓會比較大一點的環境 四四方方一個廳 還有幾個包廂 那些包廂很有氣氛 老大窗的確是一間名店 很多人來拍片 所以服務員說我來拍片 很普通 你便隨便拍 酒樓是上海老字號 不過他在上海 就是做西式的點心 來到深圳 反而就是做上海菜 老大窗雖然是老字號 很有名氣 但是他的菜真的不貴 十幾二十元 二十三十元 都有很多選擇 茶位我選擇了龍井 六元一位 他不是用茶壺 是一杯茶 裡面有相當多的茶葉 茶味非常重 還吃到茶葉 今次我叫了四樣東西 很快都不用十分鐘 全部上齊了 這個就是獅子球 上海昏魚 油燜竹筍 蔥爆扇糊 這四樣都是老大窗的拿手名菜 這就是他第一名 蔥爆扇糊 我們在吃之前先拌一拌 拌好 拌好胡椒粉 這個味道應該配白飯會比較好 這個扇糊的味道也相當濃 還有很和味的感覺 吃完之後差不多是停補口的種 我覺得質素相當高 再加上剛才的胡椒粉 味混出來之後 吃到不想停 吃完一塊又再吃一塊 或者是一匙的吃 它的汁這麼濃的話 其實配白飯是一流 但因為我要試這麼多東西 我就不配白飯了 否則真的吃不完 紅燒獅子球 25元 都挺大 這些獅子球 因為它肉很多 所以吃起來會很利 我上次在大上海吃 幾乎都是色仔 配過兩條菜 獅子球 它就很軟 就只要給肉餅再軟一點 裡面還有一些馬蹄 味道也不錯 但獅子球本身這道菜 就是因為它太多肉 和太大塊 而變化就少一些 所以吃到後面 都會有些膩 它的醬汁會略帶一點甜味 味道也不錯 但真的沒有鮮糊那麼驚艷 油燜竹筍42元 全部都是竹筍 又是一味 我覺得變化小一點的菜 竹筍就不需要擔心 非常之爽的 非常爽口的 吃到爽口的 味道跟剛才那兩味 都很接近 如果大家喜歡吃竹筍 這味就要叫一下 上海昏魚36元 大約有8塊魚肉 醃得相當入味 味道就會帶點甜味 炸得很金黃香脆 是我吃過上海昏魚最好吃的一次 每一件昏魚都切到 差不多厚度 不過這個昏魚有個小問題 就是吃起來會比較多骨 大家吃的時候就小心一點 老大腸的食物水準 真是遠超我想像 其實我也是預料老大腸的食物 都挺好吃的 畢竟它是一個老字號 但竟然去到 樣樣都很不錯 如果說上海菜 我覺得在深圳 老大腸我吃這麼多間以來 它肯定是No.1 這一餐就不是太便宜 就要189元 但我覺得是相當值得的 因為可以試到好幾味 很驚喜的菜式 如果大家是喜歡吃上海菜 記得來這個老大腸試一試 相信你不會失望的 今集就介紹到這裡為止 想知道深圳吃喝玩樂的資訊 請訂閱我們的頻道 多謝大家支持